唉 我有的时候专业就在想 我上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大学学的是文案策划专业 每时候去他们几节专业课 其他学是马克思 定待识 社会实际课 就业课 创业课 反正就是什么什么都懂一点 结果啥啥都不听 去到学校之后发现 就我这活儿 其他专业 我上没上过大学的人都会写一点 我从毕业开始到现在面试了 将近有五十多家公司了 有的公司甚至是实习期 一份工资都没有的 而且不能转正 我说这什么脑子有毛病 我大学的闺蜜在北京 一家特别有名影视公司工作 工资是七千五百块钱 你们可能觉得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已经可以了 但是她在北京租了一个 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子 就要房租两千多块钱 而且我去找她完了那个半个月 我真的被吓到了 几乎是每天 每天凌晨一点多下班 有好几次凌晨三四点 到家五点钟才开始睡觉 早上七点钟又要被叫去公司 去工作 甚至是休息日的时候 只要公司有事打电话 就要让她过去 自己都跟我讲 我熬不倒在这个公司 甚至加薪的那天 我现在身体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我去年工作的时候 就发现身边好多赚到钱 事业有成的人年纪都比我小 甚至是我自己的上司 他们早早的就进入社会 打拼积累了很多人脉 也懂了很多人情事故 可是我呢 恐怖的是老一辈从小到大 给我灌输的那种思想 就让我产生了盲目的自信 就好像我上过大学 我就必须要找一份体面 很高等的工作 我就很了不起 结果现实中的落差大到 我感觉自己都要抑郁了一样 我自己也特别愁 我的工作 家里人还不停地催我 我今天过年都没敢回家 要我回家 所有人都在催我 你去考教师吧 你去考公务员吧 你入党了没有啊 你爸认识的那个 谁谁谁那个叔叔 让他给你介绍个工作吧 或者是那谁谁谁在北京 咱到时候不行找他也行